这一句里面除卧 这个卧子就可以用 摄卧来代表 除摄卧 修摄善 所以 摄善一到今 不能轻视了 很多修佛的同修 都没有把这个经看在眼里 错了 这个经 是佛教化众生的根本 是佛法里的杂根教育 儒家的根 弟子归 道家的根 感应品 佛法的根 是善业 在中国过去 这两千年当中 一般中国人 无论是读书或者是不认识 不识字 普遍地 都砸了这三个根 所以这个社会安定 历史上所记载的长治九岸 靠什么 就靠这三个根 那么今天社会的动乱 灾难平凡 为什么 我们细心想想想 这三个根 没有了 没人教了 没人讲了 于是全犯了 杀刀瘾 忘语 念舌 握口其余 贪嗔痴 全犯了 普遍都犯了 招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社会动乱 灾难平凡 这样的社会 确实有许许多多人感觉 输不了了 于是 很多人都在想 怎样能够回到从前 那种安定 社会安定 身心健康 家庭活路 社会安定繁荣 都像这些 也有不少学者专家 拿这些 作为研究的课题 我遇到很多 能不能恢复呢 能 怎么个恢复法了 把这三个根找回来就行了 这三个根找回来 佛法说得简单 总的纲领 他说社条 我们真正能做到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忘语 不粮血 不祈语 不握口 不贪 不成 不吃 就行 力赶紧 效果 足足 只要我们肯干 真干 不要很长的时间 有一年时间 足够了 社会就恢复到安定和鞋了 也有人怀疑 所以我们做试验 通过试验证明 帮助他 迫遗 其限 零六 零七 零八 的三年 我们在 国内 安徽 炉江 汤池 小镇 做了事业 做成功了 不到半年 沉寂浊浊 这个三年 大家相信了 现在很多人 都想着要做好事情 影响到国外 都想着要做好事情 那是 他能做生意的